那最近都跟张子怡在拍戏 我是不是应该天天去片场守着呀 爱靠逻辑的话 那会不会因为你也是这一行 所以你比较能够理解和了解这个行业的性质呢 朱丹自从和周一维结婚后 在家里相夫教子很少露面 而老公周一维近期发展势头非常好 日前被爆出珍珠奶茶事件后 让网友对他们的婚姻状况感到担忧 而朱丹在参加节目时 首次回应自己和老公的婚姻状况 他称他最近都在和张子怡拍戏 我得天天去片场守着呀 觉得嫁给男演员会更担心 因为男演员还得去演感情戏呢 比男摄影师接触不同女性 更要让人难以接受 说到这相对敏感的话题 江树颖作为主持人机智就场情商很高 他接过话茬问到朱丹 那会不会因为你也是这一行的话 会更理解和了解这个行业的特性呢 朱丹的回答有点让人意外 他直言道没有 朱丹说自己很相信周一维的为人 和他的专业性 那会不会因为你也是这一行 所以你比较能够理解和了解 这个行业的性质呢 倒没有 我是觉得我还真是挺相信 他的为人和他的专业度 朱丹知道周一维是真的一心 想要把戏演好 是一个专业的演员 由此可以看出 朱丹还是非常的信任 和知识老公周一维